而来看到这宋朝的司马光呢 在童年的时候用石头打破水缸救人 机智聪明 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了 而现在在江苏的常州呢 有一名两岁的男孩 他是看见同伴叠进了这个水缸里面 他虽然不会喊救命 年纪太小了 但是他还是急忙的跑去拉奶奶来帮忙救人 让同伴是捡回了一条命 也上演了现代版的司马光救人故事 一手打点滴 一手玩气球 两岁的小男孩小陈 刚从鬼门关前捡回一命 而他的救命恩人 就是这个小男孩小瑞 同样也是两岁的年纪 而他连话都还不太会说 原来小陈和小瑞同住在一条街上 是隔壁邻居 一天下午趁大人不注意 溜出门玩耍 看到一个大水缸 小陈感到很新奇 趴在水缸边缘 一不小心 噗通一声 跌了进去 同伴小瑞见状 连忙沿着田梗跑去搬救兵 奶奶大吃一惊 小陈在水缸里 在福寨城 已经溺水昏迷 甘心把他送医急救 医生也说 还好发现得早 否则小命难保 中期新闻来 下回综合报道